三百零一集 奢侈 陈皇子忽然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看着杜伟笑道 对了,我听说你在罗林平原上弄出了一个能飞的东西,那个东西叫热气球,是吧? 说着,这位陈皇子若有深意地盯着杜伟看了一会儿,然后语气平缓轻轻说道 那可是个好东西啊,如果用来运送军队,悄悄地从各地运上一两千精锐到燕京,恐怕都神不知鬼不绝呢 就算陈卫军防御再严密,也总防不了天空吧 杜伟身子一震,悄悄地运送军队进燕京 这可是诛心之言啊 这个陈皇子用这样诛心的话来挤压自己,到底是为什么呢? 殿下,那不过是个小玩意儿 而且那种热气球我现在手里不过只有那么十几个 而且制造起来很麻烦,运送力也有限得很 平时运送一点货物也就罢了 如果要运军队,士兵的体重加上铠甲武器,别说一两千了 能运上一两百个人就已经是极限了,你开玩笑了 哦 陈皇子仿佛不经意地点点头随后转过头去,看着道路两旁的风景 燕京坐落在罗兰大陆的中部平原,还有苍蓝大运河 此刻接近傍晚,看着宽阔的大陆两旁的平原,村落,农庄 此刻接近夏日 野外的树木已经染上了一层层浓浓的绿色 忽然陈皇子转过头来,仔细地看着杜维 如果是我要你帮我运东西呢,比如运人 杜维的心里就是一惊,迎着杜维警惕的眼神,陈皇子神秘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说话 马车却是已经行驶上了一条岔路,然后在这条小路上越行越远 随着道路两旁树立着那一排整齐的青山树 这些个树明显是经过了园丁精心修剪过的 而地面上居然铺设的都是青石,看来也花费了不少代价 你看,前面 随着陈皇子手指的方向 杜维看见了就在前面,距离一座不高的山峰下 有一片幽静的庄园建筑 从建筑的样式上来看 略微带着一点点罗兰大陆北方建筑的风格 环绕着一圈幽幽的深色青石高墙 上面镶嵌着铁栅栏 那庄园是一座主体建筑 看上去似乎是某个贵族的私家庄园别院的样子 整体由高大结实的青石建造 从外部看来很是有一些粗犷的感觉 不过墙壁上爬满了爬山户 中和了这份粗犷 生出了一丝阴柔的味道 这是一座三层高的大豪宅 单纯从体积上来看 恐怕比罗林家在罗林平原的祖宅城堡也小不了多少 宅子的正门楼前是一片花圃 此刻正值初夏 花圃盛开着园丁精心培育的巴伐利亚玫瑰 妖艳的玫瑰在夕阳之下愤怒 使得这座原本看上去有一些忧森的大宅付出了一丝暖意 这整体的布局很是恰到好处 非常能激发人内心的好奇感 而且从那一举一动当中都带着难以掩饰的浓厚的君律气息 花圃旁边开辟出了一个大的院子 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马车 这些个马车上的家族徽章五花八门 即便是精通徽章学的杜伟看到了都有一些眼花缭乱 就这么短短的走下马车的时间 他就至少看到了三个历史极为古老悠久的豪门世家的徽章 还有五六个族徽 也都是罗兰大陆一流的家族 那些马车上的装饰一个比一个豪华 有的优雅有的炫目有的奢华 其中杜伟看到一辆马车 这是整个停车场上唯一一辆造价 几乎可以媲美陈皇子那辆马车的了 那是一辆看上去比周围马车至少大一圈的特质马车 车身居然用溜金线粉刷的 杜伟知道这是一种极为昂贵的炼金方法 是用大量的黄金在高温下融化成液体 再加入特殊的溶解剂融合 然后变成了半凝固的状态 最后用这个东西代替油漆来充当粉刷品 因为色泽看上去如金色的河流一般 所以称之为硫金 而马车上的几盏灯居然都是用水晶打磨出来的 里面用了一种罗兰大陆上极为罕见的极品火钻 当灯芯 奢侈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奢侈 杜伟叹了口气 只是这辆马车虽然整个停车场最炸眼 看上去却反而多了几分爆发户的气息 少了一些豪门世家的气度和优雅 杜伟随着陈皇子下了马车远远的 已经隐约地能看到这座大宅子里灯火辉煌 还有音乐欢笑声传了出来 陈殿下 一个逝者模样的领头人 对着陈皇子深深地拘了一功失礼 然后小心翼翼地陪在两人身边缓缓地跟着 一面轻轻地低声说道 不知道您今晚准备怎么安排呢 陈笑着随意地点了点大厅里的灯火 今天看上去很热闹啊 啊 是比利亚伯爵大人在这里举办了一场晚宴 您是否要我去通报一声您的到来呢 尊贵的殿下到来 相信比利亚伯爵大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得到了陈的点头 这个逝者立刻对一个手下使了个眼色 杜维看上去 这些逝者行走的步伐显然一个一个都是伸手相当不错的家伙 亲爱的杜维 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吧 在走进宅子之前 陈皇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一脸笑意地看着杜维 杜维点了点头 大概了解一点 嗯 这里就是燕京最著名的萧金窟 被认为是男人的天堂 是上流社会们最好的游戏场所 陈皇子叹了口气隔着大厅的大门 两个人已经能看见里面大厅里宴会的气氛正是浓厚 来往的繁忙逝者手里托着纯银的圆盘 整个燕京周围都隐藏着不少这样的地方 不过这里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最奢华最昂贵 能满足客人的一切要求和欲望 只要你有钱 不过这个地方虽然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游戏场所 但同时这里也是一个能看到所有贵族丑态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地方自然不能设置在燕京城里了 走吧我的朋友跟我进去看看 我想你长这么大恐怕还没来过这种地方吧 杜维没说什么 只是微笑点头 很快没等两个人走进去 里面的大门已经被推开 有几名逝者的陪同下 几个身穿华服的贵族大布从里面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优雅的笑 其中走在中间的一名满头银发的老者身形消瘦 眼神已经有些浑浊 但是一身酒气 掺杂着些许女人身上的香水味道 满面红光 迎着陈皇子大步走来 旁边几位贵族都是中年人 最年轻的看上去恐怕也有三十多岁了 不过脸上的笑容却是带着极许恭敬 哦 我亲爱的小殿下到了 为首的那个老贵族 显然是这些人里面身份最高的一个 只有他毫不在乎 甚至有些大大咧咧地走过来 一把拉住陈皇子的手臂笑着 说道 你看 我就猜到今晚肯定会有神秘来客 哎呀 我的预感可是异想很准确的 比那些没用的占星术师都准确 索罗门侯爵大人 您看上去今天心情很不错呀 看来比利亚伯爵的这个晚宴让你很满意 不是吗 让我猜猜 他一定是给您特殊的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吧 是什么呢 是南疆的蛇女 还是从沙漠上弄到的某个没落不足的公主 陈皇子的脸上笑容也是很亲热 这个叫做索罗门的侯爵 却是一脸笑意 丝毫不在乎陈皇子的玩笑 他低声地说 你猜得不错 比利亚那个小子居然弄到了两名上等的蛇女 原本我还担心我这把老骨头 晚上恐怕是一个人销售不起两名蛇女 不过幸好现在你来了 哈哈哈哈 索罗门侯爵 杜维正了正 立刻就想到了这个姓氏代表的意义 索罗门是罗兰大陆上一个非常显赫的姓氏 这个家族历史悠久 甚至比罗兰帝国的历史都差 远在罗兰帝国都还没有建立之前 索罗门家族就已在这大陆上是世家好门了 不过唯一有一些古怪的是 这个索罗门家族却是一个形式很松散的家族 他们的族内并没有什么族长 而是各自分散发展 族内的每一系互相虽然有来往 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团结起来 这个家族从某种意义上就好像是植物里的蒲公英 远远地把种子散播出去 越散越多 这大概就是这个家族能在这大陆上生存一千多年 经历了多少次大陆动荡却屹立不倒的原因吧 至于这位索罗门侯爵 杜维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下 立刻想起来 这位侯爵来头可不小 这个老家伙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军方服役过的 当时还和只是皇储的现任皇帝奥古斯丁六世关系很好 奥古斯丁六世登基之后 很是善待自己这个年轻时的跟班小弟 再加上索罗门家族的底蕴 这老家伙现在可谓是一名典型的官商 他负责打理着不少皇室的产业 还同时控制着一些海外的贸易 按理说 杜维这种身居检出生活是不会了解这些贵族的背景的 但是知道这个索罗门家族 完全是因为他在学习徽章学的时候 对这个形式分散的家族产生了一些好奇 才特意地了解了一些 身旁的陈皇子已经和这个老索罗门低声地笑了一会儿了 那是一种男人之间的默契的笑话 随后旁边的几名中年贵族也都过来和陈皇子建立 其中一个身材最高的就是今晚宴会的举办者 那个比利亚伯爵 不过杜维就不知道这个伯爵大人是什么来头了 杜维内心猜测 比利亚 听这姓氏好像是来自西南部的一个贵族姓氏啊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把目光聚集在杜维的身上了 毕竟杜维身穿的是魔法学士的长跑一名魔法师 还是如此年轻的魔法师来到了这个贵族们的地盘 实在是很少见的事儿 而且看他和陈皇子居然走着肩并肩 态度从容 举止严谨 带着一些世家风范 丝毫不像陈皇子的手下 一名带着贵族气的魔法师吗 这些个贵族都是老而成精的家伙 眼睛是何等的毒辣 立刻就在内心猜测杜维的身份了 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陈皇子微微笑了一下 然后亲热地拉过杜维 就仿佛是亲密好友一样的态度 用力地拍拍杜维的肩膀 这位是杜维罗林 雷蒙伯爵的长子 你们都看到了 这个年轻的小家伙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看看 他虽然是一名贵族 但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魔法师 他身上的法师袍子还有徽章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魔法学士呢 罗林家的雷蒙伯爵的长子 在场的几个人立刻回想起了 关于杜维的种种传说 尤其是几年以前 那个最著名的白痴的说法 不过现在 大家可不会再认为杜维是白痴了 毕竟如果一个白痴也能成为魔法师的话 那么全大陆的魔法师难道都是白痴吗 杜维脸上含着笑 刚要见礼 陈皇子却是拉住他 然后大笑一声 好了我的朋友 在这里可不要见礼了 要知道 里面都是贵族 而且每一个年纪都比你大 现在你还没有爵位呢 如果要见礼的话 恐怕你今天一个晚上都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了 在这里 大家都是来寻找一些愉快心情的 那些繁琐的东西 在这个庄园里 就暂时放开吧 在众人的簇拥之下 陈皇子拉着杜维大步走进了宴会厅里 地面上铺设的是厚实而柔软的地毯 墙壁上一盏盏明亮的水晶灯 天花板上则是最上等的艺术大师手工的浮雕 甚至就连随便看到一个花瓶摆设 都是价值不菲的工艺品 随着陈皇子走进宴会厅里 立刻引起了一阵喧哗 显然这位年轻的殿下是这里的常客 而且杜维发现 随着走进这个宴会厅 那个一身优雅的皇子不见了 他脸孔上优雅和和煦的笑容 立刻转变为一种类似于风月唱老手的狼笑 眉目转动之中 那种暧昧的笑容 正是这种地方的男人们共有的特色 整个大厅里面 其实只有二十名贵族 但是却至少有一百多个女人 杜维一走进来 就感觉到香气四处飘散 各种名贵的香水味道 让杜维甚至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那些个平日里衣冠楚楚的贵族们 此刻也忘记了自己的仪表 杜维已经看见有好几个家伙 左搂右抱着那些个美丽的女孩 整个大厅是一个圆形的设计 而在这个圆形的大厅里 周围另外布置了一圈小小的圆形包厢一样的地方 只是那些个包厢却没有门 纯粹是用上等的珍珠穿成的帘子一挂 杜维随意地走了几步 他甚至吃惊地看见 几个珠帘后面 已经有男女衣衫半退扭在一起 若隐若现的 还隐隐传来轻微的喘气之声 陈皇子已经完全没了半点皇子殿下的味道 他很自然地就随意地在人群里穿梭着 和一些熟悉的朋友打着招呼 甚至随意地拉过一名看上去 很是娇柔的女子抱在怀里 然后大声地笑着 亲爱的杜维 我的朋友 为什么你还是一个人呢 我的老天哪 在这里如果你还是一个人的话 那可是会被大家笑话的 杜维苦笑 周围无数的目光都在他身上打转 毕竟他身上穿着剑魔法师的袍子实在太乍眼 这个地方女人占据了绝大多数 杜维看见了平日里难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美女 他甚至怀疑恐怕整个燕京大多数的美女 一夜之间都汇聚在这儿了 这些个美女风格特异 他看见了自己左侧 有几名嬉笑地坐在一张水床上的女孩 都是身穿薄薄的一层青纱 娇嫩肌肌肤就在青纱下若隐若现 而甚至一个女孩故意对着杜维 缓缓地扭动着身体 身体上的几处敏感部位 更是在青纱下隐隐地露出了清晰的轮廓 右边甚至一张软榻上 一个身材高挑的长腿美女 居然在那儿全裸着半躺在那儿 她的肌肤略微有一些浅浅的小麦色 看上去健康诱人 她整个身子蜷缩成一丁点 一只手还戴着一枚金镯 两根手指轻轻地撵着一枚葡萄 放在嘴唇边上轻轻舔了一下 眼神却故意带着火热一样的挑衅 看着杜维 让杜维觉得哭笑不得的是 这个全身都赤裸的女人 却偏偏在脸上戴了一块淡淡的面纱 照住了她的大半张脸 这种全身都裸露出来 却是偏偏挡着脸的样子 加上她近乎完美的身材 这样仿佛更能激起男人的欲望 陈皇子亲热地 搂过杜维的肩膀 在她耳边笑着说道 看看 他们喜欢你 我的朋友 去吧我的朋友 找点乐子 我相信因你这样的人 会在这里大受欢迎的 很快就有几条柔嫩的手臂 纠缠在杜维身上 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 穿着一件极为暴露的红色长袍 胸前一劲开得很大 甚至一直拉到肚脐部位 而长袍的两侧开口也很大 骑着大腿根部 杜维不经意间扫了她一眼 立刻从几个角度 就清晰地确认了一点 这个女人身下的袍子里 什么都没穿 哦 一位好漂亮的小魔法师啊 这个火辣的女人 有着一双勾魂的眼睛 她轻轻地把嘴唇 大胆地贴在杜维的耳边 然后甚至用舌头 轻轻地舔了一下 低声笑着说道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魔法师来这里呢 你是哪家的贵族啊 哦 居然想穿成魔法师的样子 来这里玩 这可真是一个 很天才的主意啊 说着一双娇嫩的手臂 已搂住杜维的脖子 小手已顺着杜维 魔法师的袍子 轻轻地俯过她的胸膛 同时杜维也能感觉到 柔软凹凸有致的身子 在自己背后轻轻地摩擦着 来吧 我的小魔法师 那女人放浪地笑着 用勾魂的眼神 扫了一下旁边 不远处的一条珠帘 那珠帘后空无一人 这个女人轻轻地在杜维的耳边喷着气 我的小魔法师 我们去那里吧 我想 我能带给你一些快乐呢 哦 我还从来没有和魔法师发生过什么呢 杜维感觉到这女人很有手段 至少手腕很出色 他已经明显感觉到 自己生理发生了点点变化 但也只是纯粹的生理而已 他轻轻地笑着 推开那个豪放勾魂的女子 淡淡地笑了一声 不用了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见鬼 自己绝不可能把这一世的处男葬送在这个地方 那个女人毫不在意 笑嘻嘻地松开了杜维 然后朝着身边不远处的另一个贵族纠缠过去 整个宴会场就是一个放浪的乐园一般 空气当中 酒精的味道越来越浓厚 杜维甚至都觉得有些头晕 他忽然心里面一动 随意地在一个走过的逝者圆盘里 拿起了一盏水晶杯 浅浅地抿了一口琥珀色的酒液 嘴上等的美酒 杜维立刻做出了判断 但是敏锐的他 察觉到这酒的味道有一丝不同 杜维的心里暗暗地叹息一声 果然啊 冰浆果 那个能让人产生幻觉 类似于迷幻药一样的魔法植物 杜维在冰封森林里面 就曾经用这个东西 给受伤的侯赛因止痛 他当然熟悉这种东西了 304集 四胞胎 好了 看来我的朋友 你的眼光很高啊 陈皇子笑着凑了过来 这次他身边的女孩 换了一个身穿沙漠上 一族服饰的女子 一个幽黑的肌肤 却是光滑得好似绸缎一般的女孩 就好像全身都涂了一层油一样 这个女人拥有一双幽蓝色的眼珠子 腰枝纤细 甚至让杜维担心 她轻轻一握能把她握断 这样的女人毫无疑问 也同样是男人的恩物 各位 忽然就在大厅之中传来一声闷闷的如打雷一样的声音 随着声音 杜维看去 就看见在大厅的左侧一角 坐着一个身材如一堆肉衫一样的巨大的胖子 那家伙大约五十岁上下的年纪 一身滑服 却已半长 如魔兽一样粗壮的大腿上 坐着一个体积最多只有她身体四分之一大小的娇小女孩 那个女孩的小手轻轻在大胖子的身上来回地抚摸着 娇嫩的舌头 在她胸膛前轻轻地舔来舔去 不过这大胖子眼神里露出了一丝不耐烦 她这一声大喝立刻打断了场子里的气氛 好大的嗓门啊 杜维心里一动 随后 这个家伙忽然一把推开了身上那个小女孩 然后站了起来 半长着衣衫里露出了黑黑的胸毛 大声地叫着 我说各位 她再次大喝 这次终于吸引了全场的注意 随着她的喝声 就连几个正在珍珠帘子里胡天胡地的家伙 都终止了自己的乐趣 甚至有人走了出来大声地笑着 我看哪 我们的德兰山这魔兽 恐怕又要有什么有趣的主意了 随着场面安静下来 陈皇子走到杜维身边低声地说着 你认识这个家伙吗 看着杜维摇头 陈皇子笑了 刚才在外面 看见的那辆最华贵的大马车 就是这个家伙的 你不认识他也不奇怪 因为他算是这里所有人里 爵位最低的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男爵 而且他也是家族里历史上的第一个贵族 不过却是最富有的一个 简单地说来是一个爆发户 不过却是一个最最最有钱的爆发户 如果谈到资产 恐怕这里的一半的人加起来 都未必有他一个人有钱 哦 杜维眼睛一亮 这个家伙可不简单呢 他是帝国内最大的武器商人 全罗兰大陆所有的城市里面 都有着他的武器店铺 同时还给军方制造武器 你说他能不有钱吗 而且这个家伙虽然俗气 但是却在贵族里面很吃得开 你听到他的外号了吗 德兰山之魔兽 那是大家取消他的体型 他的家族发祥于德兰山 而他的庞大体型 像极了一种德兰山传说的魔兽 故而得到了这个外号 正说着呢 那大胖子已经不满地叫到 我说比利亚伯爵 你的这个宴会也太无聊了 每次都是这些吊吊 都没有一丁点新的花样 比利亚伯爵微微地一笑 我说德兰山 不要着急 我知道你什么花样都玩过了 不过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丁点新的花样 或许你会有兴趣的 说完他对身边一个跟班低声说了句 那个人立刻小跑着出去 片刻之后忽然宴会听得大门缓缓推开 随即下面镶嵌着滑动轮子的平台 被缓缓推了进来 在平台之上隐隐散发着一层魔法的光辉 让杜维吃惊的是 这居然是真正的魔法 平台的地板上用少量的魔力水晶 刻画出了一个照明的魔法阵 那洁白的圣洁的光芒笼罩着整个移动平台 最让人吃惊的是 在那平台之上 并肩站立着四名身穿魔法师长袍的人 白色的大魔法师长袍 高高尖尖的魔法师帽子 甚至每个魔法师手里都拿着一柄黑色的魔杖 当然杜维看了一眼 那魔杖是假的 那四名身穿大魔法师袍子的人 都是身材高条 全身笼罩在袍子里 半点肌肤都不露在外边 不过随着大厅里传来淡淡的音乐 让杜维惊讶的是 这音乐居然是唱诗般的曲子 在那音乐当中 四名身穿大魔法师长袍的人 缓缓地拉下了自己尖尖的高帽 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却是四名绝色美女 这四个女子还是难得的四胞胎 四张脸一模一样 却是带着近乎圣洁的微笑 就连眼神里的那种圣洁的目光 都让杜维看到不由感到一丝凛然 但是接下来 这四个看上去年纪最多 只有十八岁的女孩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手 在音乐当中扭动着自己的身子轻轻地在魔法师长袍胸口拉了一下 一根锁带扯下 魔法师长袍衣襟立刻敞开大半 露出了娇嫩饱满的半个胸膛 虽然不曾完全展现 但紧紧的轮廓就足以让人心动了 接着四个人又同时在自己的长袍腰部一拉 这样一来的话 明显特殊设计的魔法师长袍下摆 立刻开出了一个开口 骑着大腿根部的长袍 伴随着身躯扭动 轻轻飘起 露出了雪白浑圆的大腿 这四个身躯浅浅扭动 穿着圣洁的法师袍子 站在魔法台上 那娇嫩的小手故意地探入自己的胸膛 表现出一丝仿佛不堪的样子 但是最最微妙的是 四个女孩的脸上却依然那紧乎圣洁的微笑 这强烈的反差反而更能刺激男人内心的冲动 那个德兰山之魔兽最先眼睛就亮了 愣了一下 然后忽然扶掌大笑 好好好 好你个比利亚伯爵 居然想出了这个调调来了 老子睡过的女人多了 却从来没有睡过女魔法师 杜维已经叹息了 这 这他妈的不就是 前世的那种制服诱惑吗 不过在这里人家穿的可不是什么护士服 空姐服 人家是打扮成了女魔法师的样子 还真是有点 他妈的 比利亚伯爵一脸骄傲 她大声地笑着 这四位女魔法师 可是我派人精心调教出来的 其中的妙处 亲自体验之后自然就知道了 我透露一点点 这四个女孩可都是学会了一点点初级的 货真价实的魔法哦 虽然不能和真正的魔法师比 但是至少也不亚于一个魔法学徒的水准了 大家想想 在你享受她的时候 她还能施展一两个加持体力的魔法给你 想一想 她们在下面低声吟唱咒语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说明啊 我比利亚可没有碰过她们 还是纯洁的女子 今天嘛 在这里 陈皇子自然要享用一个的 左罗门侯爵也是要带一个的 至于你 德兰山魔兽 你想要的话可就要出点血了 怎么 还是老规矩吗 恰高者得 好说 好说 德兰山哈哈大笑 话音刚落下 立刻就有一个贵族嘟囊着 哎呀 这样 岂非又是送了这个胖子一个 正说着呢 忽然已经有人开始喊了 德兰山 你就不要跟我抢了 我要一个 一万金币 德兰山看了那个开口的家伙一眼 一万 这样的妙人 一万哪里够 我出十万 剩下两个我都要了 这话一出 常理顿时 人人不满起来 有的自知富有的贵族立刻叫道 二十万两个我都要 三十万 三十五万 价格很快被抬到了五十万金币 那个德兰山冷眼看着众人 忽然他咳嗽一声 一百万金币 老子要了 这话一出 贵族们都沉默了 毕竟大家虽然有钱 但是金币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难得的魔法师美女 虽然让人心仰难耐 但是 花个一百万金币玩女人 似乎也没有烧钱到那个地步 好你个胖子 这次又是你得手 一百万金币 剩下的两个 鬼你了 眼看德兰山就得手了 比利亚笑骂道 那个德兰山却哈哈大笑 然后从袖子里 随意摸出了一粒圆滚滚的火钻 丢给了身边不远处的一个侍者 笑着说道 你拿着 明天就凭这个 去我那里取钱给你们伯爵大人 这个东西就当赏你了 适者点点头 却是丝毫不露喜 而是很沉稳的结果 就在德兰山得意大笑的时候 忽然 陈皇子开口了 他走上前两步 看着德兰山 微笑说道 我说 我亲爱的魔兽大人 他的这个称呼 让旁边的人笑了一下 德兰山却是 赶紧对这位殿下 客气了一下 殿下 您有什么吩咐吗 陈皇子忽然拉过杜维 指着杜维说道 吩咐是没有的 不过 只是想向你求个人情 你看啊 我的这个好朋友 他可是一名真正的魔法师 可是今晚你也看见了 他身边还没有找到一个合议的女人 哎 我看到这四个比利亚伯爵调教出来的宝贝 立刻就觉得 这四个美女是最最适合我这个朋友的了 所以德兰山 我向你求个东西 你买下的这两个美女送我这朋友一个 如何呀 德兰山看了一眼杜维 然后忽然大笑三声 殿下 您说笑了 您开口 我德兰山哪里还能拒绝您的要求 这样 不要送一个了 我买下的两个 都送给这位罗林家的小朋友了 魔法师配魔法师 这才是有趣的调调 好 既然你这么大方 我也不能小切了 我的那个 也送给杜维了 哎呀 既然是凑热闹 怎么能不加我一个呢 哎 我老了 体力恐怕也吃不消 今天晚上比利亚的那个蛇女呀 我已经头疼了 这个女魔法师啊 我也送给杜维小朋友了 一旁的所罗门老侯爵也笑起来 陈皇子笑了 对杜维眨眨眼睛低声说道 我的朋友 这样的安排你满意吗 杜维刚要说话 却察觉到陈皇子暗中捏了自己一下 知道对方有深意 只能微笑地点点头 然后笑着说 正好 我身为魔法师 身边还没有一个魔法学徒 这份礼物我收下了 谢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以后 在一阵暧昧的笑声之中 杜维大大方方地走到平台前面 看了一眼上面的魔法阵 瞬间就明白了这个粗浅的魔法阵的关键 随手按住了一枚水晶之上 魔力注入 这个魔法阵的光芒立刻收敛下去 旁边的比利亚伯爵 笑着走到了杜维的身边 楼上就有我的一个私人贵宾房间 我让他们在上面等着你 杜维知道不能拒绝 他点了点头 晚宴继续了一会儿 陈皇子似乎今天晚上 没有放杜维走的意思 杜维也不着急离开 而那个德兰山魔兽 早就搂着四个小姑娘大笑离开了 杜维很快被陈皇子拉到一边 低声说道 杜维 你觉得我给你的安排满意吗 当然满意 只不过 这份礼物可贵重得很啊 哎 既然你这么说 看来你其实并不喜欢那四个女孩了 嗯 你的眼光看起来很高啊 既然这样 今晚比利亚送我的那个 蛇女我也送给你了 陈皇子忽然闪过了一丝失望的眼神 杜维摇摇头正色说道 殿下 我对女人的兴趣并不大 不过您今晚对我如此之好 我们还只是初次见面 我想您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吧 你我都是心里明白的 不如就不用绕弯子了 很好 你不被女色迷惑 让我对你更加的新手 既然这样 我们两人就到露台上去聊聊吧 那安静一些 说完两个人缓缓地走到宴会厅的一侧 旁边立刻有一位使者大步走过来 他伸手帮两人打开了通往露台的门 就在这个时候杜维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那名使者的手 陡然瞳孔收缩起来 那只手缺了一根拇指 彪悍地带着军旅气息的使者残缺的手足 杜维脸上闪过了一丝煞气 忽然他站住脚步冷冷地看向那名使者 同时自己的一只手也锁进了袖子里 同样的残缺的手足 同样使者的打扮 同样航武的气质 这一切立刻让杜维联想到了 自己在回到燕京路上 在巨木镇遭遇暗杀的那一夜 他的一丝煞气 刚刚浮现在脸上 那名使者立刻就有所察觉 原本如磐石一般的平静表情 也立刻闪出了一丝警惕 退后一步之后 居然眼神里骤然冒出了一道金光 紧紧地叮住杜维 杜维的手在袖子里 已摸到了一个魔法卷轴了 自从遇到暗杀事件之后 杜维已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他在自己的魔法师长袍的袖子里 特别缝制了两个口袋 魔法师长袍宽大的袖子 是很好的隐藏武器的地方 两个袖袍里面的口袋 各放了几个魔法卷轴 以便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迅速地有自保能力 此刻杜维的手里 捏着一件魔法石画术的卷轴 他仔细地盯着这个侍者 只要他敢稍微地一动一下 他立刻就准备把卷轴从袖子里弹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 你怎么了 看你的脸色似乎有些不舒服 一声温和地问候 陈皇子忽然缓缓地迈上一步 这一步跨得恰到好处 他身上若有若无的那种温和的气息 立刻打散了杜维和那名侍者之间的杀气 瞬间把危机消散于无形 陈皇子这一步看似简单 却似乎是有意无意地正好拦在了 杜维和那名侍者的中间 杜维勉强一笑 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位殿下 啊 没什么 只是忽然有些头疼 随后 他的目光越过陈皇子 落在了那名侍者的手上 笑着说道 我只是好奇 在这种地方 为什么这名侍者的手 那名侍者似乎也松了口气 默默地弯着腰 恭敬地对杜维一鞠躬 不过即使是鞠躬的时候 他的身子也绷得很紧 似乎时刻准备一搬 杜维看着他没有动 这名侍者鞠躬之后 静静地后退离去了 这里不是合适的地方 陈皇子的一句低语 悄悄地落入杜维的耳中 杜维一转眼就看见了这位年轻的殿下 深邃的眼神 他掩饰地咳嗽了一声 我只是有些好奇而已 随后陈皇子已经拉着杜维走出了这扇门 来到了露台上 这露台很大 青色的石雕在暗夜之下 轮廓看上去是带着一丝神秘的气息 杜维故意看着面前这座古代舞者的雕像 那雕像武士手持长剑 身穿铠甲 静静地筑立在石台之上 杜维走近一看 那武士的面部上 眼睛居然用宝石镶嵌 手里的长剑也是象牙雕刻出来的 在周围淡淡的月光之下 那象牙上浮现出淡淡的温柔光泽 这个地方的后台应该是军方吧 凝视了这位武士雕像好久 杜维忽然开口说了句 陈皇子一手扶着露台上的栏杆 一手端着一支水晶酒杯 听了杜维的话 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先抿了一小口酒 然后深深地呼了口气 微笑着说道 看 还是露台好 下面园子里的玫瑰花 开得多漂亮 如果能在这样的月色和花前 带着自己心爱的姑娘 那一定将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的朋友 告诉我 你有心爱的姑娘吗 杜维默默地看着这位殿下 仔细地想了一会儿 心爱的姑娘 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这一句话 杜维的脑子里面忽然闪现出了 那天在沃克港口自己和小薇薇安告别的时候 那个嘴巴有些结巴 脸红红的小美女魔法师 娇怯怯地在自己的脸颊上轻轻地一吻 然后离去的场景 或许 或许有吧 杜维不由自主地微笑回答 陈皇子静静地看着杜维 那英俊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怅然 可惜啊 我没有 说着他摇摇头 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随即放下酒杯 走到杜维身边 微笑着说道 刚才你猜得不错 那个地方的后台 的确是军方 杜维的脸上表情没有变化 陈皇子微微皱眉 我不知道你刚才到底怎么了 但我有必要提醒你 在这个地方 你最好不要做出什么超出常规的事情 这个地方的水深程度 不是你能想象的 就算是你父亲在这里 也不会愿意招惹这里的后面的那些人 说到这里 陈皇子看了杜维一眼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只是觉得这么一个地方 居然是军方开设的 有些意外 堂堂的帝国官方 居然会弄出这种地方 陈皇子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忧色 第一声说道 是的 很悲哀 或许 这也是大乱来临之前的征兆之一吧 随即他叹了口气 和杜维肩并肩站在一起 这其实不是什么秘密 在燕京的贵族圈里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只不过没有人会点破这点而已 就算是我的父亲 他也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 知道军方在燕京的周围 弄了这么一个地方 堂堂的帝国军队 首位帝国荣耀的军队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你以为我的父亲就很高兴吗 每次提及到这个地方 他都会起得乱砸东西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就算是军方统帅部的几位大佬 包括你父亲在内 虽然对这个地方没有好感 但是却无可奈何呀 为什么 因为钱 因为军费的匮乏 说着 陈皇子抬起头来 看着天上那轮弯月 轻轻地叹口气 我的父亲 奥古斯丁六世皇帝陛下 这块大陆的统治者 在位四十四年的君主 说一句实话 如果他生在战乱的年代 比如阿拉贡时代 或者我们奥古斯丁家族 登基拯救帝国的那个动乱时代 以我父亲那样的性格 恐怕都可以成为一代民主雄军 他喜好武功 好大喜功 最喜欢的就是南征北战 用不停的征服 来满足他内心的荣耀需求 其实这并不是缺点 如果在战乱年代 这将会是一名君主的 很好的性格优势 不过可惜的是 他生在了帝国平稳的年代 而且还是一个 在千年历史的帝国 国势已经到了 盛极而衰的时代 这样的一个时代 却偏偏产生了一名内心 充满了征服欲望的君主 那就不是一个国家之福了 本集结束 307集 很辣的手段 杜维没说话 对方可是在现任皇帝陛下的背后贬低君主 这可是大罪 对方是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 背后说自己老子几句不好听的 就算被人知道了也无所谓 但是 自己却万万不能答话 我父亲 我父亲在位44年 可惜整个大陆已经统一 哪里还有什么能让他征服和发泄心中征服欲的目标呢 唯独的 就只有西北沙漠之后的那些始终有些频繁异动的异族了 二十年前 父亲组织的一次沙漠远征 就屠杀了整整十万亿族 血染黄沙 那一年被称之为流血之年 哎 父亲是太着急了 那些异族虽然频繁的异动 但是都是些小打小闹 总的来说 还是在帝国的统治和控制之下的 但是因为父亲内心焦急 寻找到了一个能发泄的目标 就不顾一切的去做了 憋了一辈子的豪情 却变成了一股杀戮之气 那次的征服虽然重创了异族 但是屠杀了十万人的血仇 却使得那些异族从此和帝国结下了血海深仇 原本的安抚政策 已经再无效果了 哎 可惜了前任皇帝 我的祖父 整整三十年的努力 都被父亲的屠刀一举 就化为乌有 那次远征沙漠的战争 你知道吧 说到这里 陈皇子看了杜维一眼 杜维点点头 虽然那场战争发生在二十年前 当时杜维并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在熟读了很多史书和文献之后 杜维也大概知晓了那场战争的 大陆的西北方有一片浩瀚的沙漠 沙漠的深处从地理环境上看是一片狭长的草原 背靠雪山 在那片土地上衍生着一只游牧异族 生性解傲不逊 彪悍 勇武 那个民族曾经在阿拉贡时代是被帝国征服了的 但是毕竟帝国内陆和草原民族之间隔了一块沙漠 成为帝国控制那块区域的最大障碍 几百年来帝国对那个被征服的民族的控制力都很薄弱 那个民族也经常掀起小规模的叛乱 帝国多次争腾 最后总是能获胜 但浩瀚的沙漠却让帝国的补给损失惨重 每每赢了战争胜利却往往得不偿失 现任的皇帝陛下奥古斯丁六世的父亲 在位的时候 那是一位心胸宽大的君主 对这个屡次骚扰帝国的民族进行了绥靖政策 放弃了在草原上驻军的方针 而是以安抚取代一位的高压 同时试图用内部分化的手段削弱这些彪悍的草原狼 整整三十年的努力效果很好 三十年里那些个异族没有任何叛乱 但是奥古斯丁六世继位之后 却一改方针对一族用了高压政策 结果终于使得原本已经四分五裂的一族又重新团结起来 在二十年前掀起了一场叛乱 帝国组织了十万大军越过沙漠去征讨 耗费了近千万金币的军费 死伤了几乎一半的军队血洗草原 总算是平息了那一次叛乱 并且为了示威屠杀了对方十万人 其中有战俘也有贫民 那次战争帝国耗费了近千万金币 损失了几万精锐军队 其中有大量是在沙漠上非战斗损失 结果帝国得到了些什么 得到的是满足了父亲的征服欲 可是却还没有从那些异族的手里 哪怕得到一个金币 还和对方结下了血海深仇 现在在草原上还铸杀了两万人的军队 那两万人的军队远离帝国内陆 补给艰难 要跨越沙漠去补给一支两万人的军队 而且要镇压那些异族 还必须是清一色的昂贵的骑兵 消耗几乎是等同规模军队的十倍 就等于一个两万人的地方守备军 每年却都要花费掉一个军团的军费 帝国每年多花费了养一个军团的军费 但却为了维持这么两万的军队 维持了这么多年 耗费的军费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听到这里杜维忽然忍不住说了句 可惜了 如果当初一劳永逸的话 陈皇子的眼神里面忽然闪过了一丝异色 深深地看了杜维一眼 你说什么 杜维的脸色上带着寒气冷冷说道 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 屠杀了对方十万人 深仇已经结下了 既然这样 何不一不做二不休 他抬起手来 做了一个单掌下切的手势 淡淡说道 那个狭长的草原 地狱不过是帝国的一个 形省的面积而已 草原上的一族 一共能有多少人口啊 满打满算 能有一百万人口就差不多了 一百万人之中 除去老弱妇孺 能有三十万精壮男子 已经是极限了 这样一股力量 何不干脆彻底斩草除根呢 哼 既然都杀了十万了 那么再杀九十万 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以帝国的国力 再蒸发一个军团过去 彻底把那些异族灭绝了 从此一劳永逸 虽说短期耗费得大 但是今后免了 平凡的小叛乱 也算是 去除了帝国身上的 一枚毒瘤了 陈皇子的心中讶异 眼前这小小的少年 哪里来得这么狠辣的手段 你说得不错 当年父亲也有这种意思 父亲毕竟也不糊涂 也知道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 他的手段和想法虽然暴力 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干了 就算背负上屠夫的骂名 也至少能给帝国带来 一个永久宁静的西北 只不过 出来阻挠他的是神殿 那些神殿心怀叵测 自然不愿意看到 我们皇室坐得安稳 那个时候 忽然宗教进了皇宫里 和父亲谈了一个晚上 用教义逼迫父亲屈服 已经杀了十万人的时候 也不见那个宗教出现 偏偏大愁结下了 却来阻挠父亲继续 如此做法 用意阴险至极 杜维点点头 心里想 神殿自然不会看到 帝国的皇室安宁 留下一个西北的内患 让皇室有分心的地方 对神殿自然是有好处的 神殿和帝国的矛盾 以杜维前世的眼光来看 是绝对不可弥补的 神权和皇权的对立 怎么可能融合呢 本集结束 308集 托 陈皇子冷笑一声 西北之患就此埋下 二十年过去了 每年花费了一个军团的军费 养着那两万人 耗费了无数的军费 可如果对方真的要叛乱 隔着一个沙漠 帝国的大军无法援救 单纯那两万人驻军 恐怕不到十天 就会被对方给吃掉 二十年过去了 那些异族元气已恢复 这场动乱的爆发 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以帝国的国力 再次远征沙漠 打一场毫无收获的战争 帝国还能坚持多久 而西北之患还至少没有爆发 可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在南洋 提到南洋 杜维精神一振 因为他的父亲雷蒙伯爵 就是靠着三次率领舰队远征南洋的军功 而晋升到现在军方首脑的位置的 南洋的航线开辟 帝国的平凡远征原本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海上航线艰险 南洋虽然富饶 但是就算再肥沃的土地 也经不起这样频繁的收割的 以我的计算 对南洋的远征行为不是不可以 但是却至少每隔个七八年进行一次为好 但是现在呢 几乎就两三年一次的舰队远征 结果炫耀了武力 帝国为此建造了一支庞大的近乎浪费的海军 可就为了对付南洋上的那些土著吗 我计算过 二十年前杜维阁下您的父亲 雷蒙伯爵大人率领的三次远征 还至少能够维持军费和收获的平衡 但是最近十五年来 又进行了四次南洋远征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 帝国的海军花费了一千六百万金币的军费 最后远征的收获 却只是那么小小的不到一百万的金币 富饶的南洋海域已经变得贫瘠了 那些土著已经远远南下 在遥远的南方海域 一个我们帝国海军都很难到达的地方 组建了一个联合王国 这也是一个忧患呢 可惜父亲不听我劝 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 最近还打着心思 再进行一次远征 最近又强迫财政批了三百万金币 用于建造巨鉴 在这么一次一次毫无收获的远征 这么一次次地以浪费帝国国力为代价的炫耀武力的行为上 帝国目前的财政 已经到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地步 帝国要维持近五十万的地方守备军 要维持几个以暴风军团为首的主战军团 还有燕京的禁卫军团 还有西北的两万耗费天价的驻军 海军远征的军费 这些全部叠加起来 加上父亲的浩大喜功 每两三年一次盛大凯旋仪式 庆典 你或许不知道 为了军费的问题 统帅部的几个大佬都快抽白了头发了 杜维漠然 回想起了自己这次回家 看到父亲的模样 的确苍老了许多 现在地方守备军 已经有一些部分 刺激自足了 我知道南方的几个地方守备军 已经三年没有更换过武器装备了 就连精锐的暴风军团 每年都只能得到六成的军费 唯一还能批到全额军费的 只有燕京的禁卫军团了 其他的主战军团 都只能拿到五六成的军费 其余的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陈皇子苦笑 指着身后那个宴会厅 然后指着周围 这里 这个地方 他的后台就是北方的暴风军团 为首的一些军方的大将和统帅 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捞钱 否则的话 就凑不到军费 杜维在叹息 他早就感觉到了帝国有很多的隐患 却没想到局势已糜烂到了这种地步了 看着身后的宴会厅里歌舞升平 燕京大街上每日依旧繁华 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根基 却已悄悄地 无人知晓地缓缓地腐蚀了 陈皇子苦笑 所以 我劝你千万不要在这里弄出什么事情来 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筹集军费的 如果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那么就是得罪了那些军方的实权将领 得罪了暴风军团 得罪了几个主战军团 现在 钱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你动人家的命根子 人家岂能和你罢休呢 所以 就连我都不会在这里 轻易地惹出什么事情来的 殿下 多谢你的提醒 我会记住您的话的 不过 我有一些疑问 杜维浅浅一举功 他抬起头来 直视着这位皇子 刚才您和我说的这些 有很多东西 恐怕是已经涉及到了机密了吧 殿下您如此对我推心置腹 我实在不明白 我杜维 有什么地方能得到殿下如此青睐 陈皇子迎着杜维的目光 忽然沉声说道 杜维 你可愿意效忠我 杜维就是一正 你聪明 胆大 你在罗林平原 坐下的那些事业 虽然目前都还不大 但是我每每看着手里的资料 内心思索 总觉得你的这些做法 简直就是天马行空 前所未有 你如此的天纵之才 却偏偏在家族之中 饱受冷眼 在燕京的几十年 韬光养晦 故意低调行事 越发让我觉得对你有兴趣 这次你重回燕京 却居然一下变成了 炙手可热的魔法师的身份 更让我想象不到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今后要做一番大事业 身边没有得力的伙伴 可不行啊 可惜我在燕京里面观察很多年 那些贵族子弟之中 人才携手 燕京腐朽的生活 已经把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豪杰们的后代 消磨成了蛛虫 我看中了你 就不想放过你这么一个人才 可是我今年才十四岁啊 我的殿下 令先祖 当年随奥古斯丁一世皇帝陛下 征战南北 重整山河 开辟奥古斯丁王朝 赢得了罗林平原和武勋家族的荣耀 当年他第一次统军的时候 也才十八岁而已吧 嗯 看来这位皇子是想当皇帝咯 杜维故意沉默不语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立刻答应的 也绝对不能立刻拒绝 说不得也只有一个托字绝了 只是杜维不明白的是 这位陈皇子看似这么聪明 可是这么重要的话 却怎么那么轻易 就对着自己说出来了呢 自己确实才刚认识他不到半天 就这么对自己推心置腹 未免 太草率了吧 本集结束 309集 礼物 杜维忽然心里一动 想到了今天在魔法工会出来的时候 阿尔法侍卫长 看见自己和这位皇子走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 此时杜维心里面更加打定了主意 不会轻易说什么 只是微笑不语 这位陈皇子殿下似乎 也并不急于得到杜维的答复 当下两个人便岔开了话题 随意说了一些风花雪月的闲话 陈皇子是皇室子弟 从小被严格训练各种皇室利益 无论是琴棋书画 艺术诗歌等等贵族的那套玩意儿 自然都是信手捏来精通舞弊 而杜维则是从小博烂群书 加上两世为人的人生经验 贱姐呢 每每有些独到之处 两人聊了一会儿 居然越聊越是让陈皇子欣喜 只觉得这位罗林家的小子 果然不是凡人啊 自己海阔天空这番闲话 对方居然应接从容 仿佛无论什么东西 这个少年都好像懂那么一些 涉猎之广恐怕 就算是一些著名的学者 都未必有这么博学 而杜维呢 偶尔说出一两句看似怪异的观点 细细想来却是另辟蹊径 回味一下往往能引发一连串的创新思维 杜维也是越说越是心里惊讶 这位陈皇子实在不是简单人物啊 皇室的教育果然有一套 这位皇子风度翩翩 言语当中不禁让人心折 这么一番谈话下来 实在是让人很难不对他生出好感 加之他天咒之尊 却是毫无居傲的态度 语气亲和笑容玩耳 倒是好像自己多年的好友一般 两个人这么开心地聊着 宴会厅里的人却不肯放过他们 早有人发现陈皇子殿下不见了 随后这次宴会的主办人比利亚伯爵 和那名所罗门侯爵一起走到露台上来 把两人重新拉回到宴会中去 接下来灯红酒绿一番迷醉的场面 自然不用细说 这个豪门宴会美女家人 只弄得后半夜 宴会之中的人才散去 有的直接带着美女到楼上 特殊准备的贵宾房去了 有的则是出门上了自家华贵的马车 在众多随从护卫的簇拥之下离去 一时间大厅里终于冷清了下来 杜维早就被比利亚伯爵请到楼上 在这座豪华的顶层 为他准备了一个复礼堂皇的休息室 杜维在两个衣衫华美的年轻女士的引路之下 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也不由得深深吸口气啊 这房间居然是个圆形 四周围一圈水晶灯柱 散发出悠悠的光芒 正是最能刺激男人的暗红色 空气之中缭绕着一股浓郁的奇异香味 也不知道是哪种特殊的香料 身后两名侍女早已经眼着嘴微笑退了出去 杜维走了进来 却看见房间里最醒目的一样东西 面前一张大床就在房间的正中间 这床居然也是圆形的 看上去就如云端一般柔软 头顶天花板上 还有一些特殊弄出来的水晶壁 反射着周围的光芒 散发出七彩之光 随后在房间里的一扇屏风之后 缓缓转出了四个俏丽人影 正是今晚那几位大贵族 送给自己的美女魔法学徒四胞胎 此刻 这四位一般模样的美女 依然穿着神圣的白色魔法师长袍 只是衣衫半截 苏胸半露 偏偏还在袍子的下摆口 露出了光洁大腿 脸上的那种圣洁的表情 早都已经没了 含羞待怯就这么翘生生地 看着杜维 杜维叹了口气啊 看来今晚风流阵仗 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四个礼物实在不好销售 杜维并不是那种坐怀不乱的男人 两世为人 他也不是什么没见过女人的木头人 只不过在这种场合里胡闹的习惯却是没有 况且四个礼物收下 就是陈皇子的一份大人情 他这个人情自己若是接受了 以后要还 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沉吟了片刻 杜维随意走到房间一角 椅子上坐下 脸上对四个女人露出笑容 你们现在在想什么 四个女孩都是比利亚伯爵千方百计 搜罗来拥有一定魔法天赋的美女 如此美女又是一胎四胞 又还得拥有一点魔法天赋 实在是稀释难得 被比利亚伯爵收藏起来从小培养 除了魔法方面之外 就是取悦和伺候男人了 而且比利亚伯爵有心拿这四女有大用处 所以这四女虽然严格训练 却仍是处子之身 此刻今晚一起归了杜维 尽管多年的严格训练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但也难免心中路撞 坠坠不安 忽然听见杜维这么一问 四人都正了正 刚才在房间等候 四人早已经思索良久 猜测今晚这位新的小主人会如何对待他们 是进门就恶虎扑石一般地扑过来呢 还是撩拨逗弄 幸好这位主人看上去虽然年轻 但却眉目英俊 而且居然还是一位正牌的魔法师 能在这样的主人手里 四个女孩心中也很满意了 总胜过落在那贪婪的贵族手中 一切都设想过了 却没想到这位新的小主人进门来 却是自顾自地跑到椅子上坐下 还问了这么一句 看他眼神清澈 似乎毫无欲望 这又让死人有些无措 多年的严格训练 早就有人教会他们如何分辨男人的眼神 眼前这男人是否表现得虚伪 掩饰内心 任凭如何掩饰总有痕迹 逃不过四位美女的眼光 但这个少年却真的毫无邪念 就这么随意一坐看着他们四个 那眼神和看桌子板凳毫无区别 使他年纪太小 不解风情 这似乎也不对 眼前这少年虽然年轻 但贵族子弟之中往往早熟 从小就无数美貌侍女伺候大的 十三四岁月女无数的也大有人在 怎么不说话 我的问题很简单 你们现在在想什么 沉吟了一会儿 四女之中第二个终于开口 娇嫩的嗓音 让杜伟忍不住想起了刚才 在宴会厅里低声吟唱赞美诗的模样 我们没想什么 现在您是我们的主人了 您的意思就是对我们的命令 这么说 我让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四女同时脸上一红 却是抬起头来低声回答 是的 本集结束 三百一十集 现在就走 杜伟站起身来随手点着四人 好 你 帮我弄一点喝的了 不要酒 我只是口渴 你 帮我找一套干净衣服了 今晚我这个袍子弄了不少酒精味道 让人难受 还有你们两个 嗯 这里面还有浴室吧 我要洗澡 你们给我准备一下 四女都是硬了 第一个在房间的酒柜里调配一种味道酸甜的饮料 杜伟浅浅尝了一口 似乎是某种果子的汁液再加上蜂蜜浆 很是可口 另外一人又找来一套干净的丝袍 不多片刻 里面的浴室也准备好了 杜伟抱着衣服走进了浴室 就看见了一个足足可以容纳七八个人的大浴缸 那浴缸居然是用白色的浴石砌成的 中间有个水柱 顶上镶嵌着一枚明珠 水花喷洒在明珠之上 被明珠一组顿时形成了圆形的水盘 四面缓缓建设 杜伟脱了外衣 转身一看 那四个女孩已经自己退下了衣衫 水气萦绕之中 四具年轻娇嫩的女体就站在面前 让人看着着实心动啊 那四个女孩也不知道是害羞 还是被水气争的 四张一模一样的俏脸 满是红韵 杜伟愣了一下 随即叹息一声 我忘记说了 我洗澡的时候不喜欢旁边有人 四女一愣 先前说话那个女孩忍不住脱口说道 主人 您不用我们伺候 你们很美丽 但是我并不需要你们现在为我现身 你们也看到了 我是一名魔法师 我正在修炼一种魔法 暂时是不能沾女色的 四个女孩一脸的狐疑退了出去 也不敢多问 杜伟站在一面华丽的镜子面前 看看自己 又对镜子里的自己做了个鬼脸 苦笑一声 我可不是君子呀 只不过 唉 为什么我就是不想碰这四个女孩呢 脑子里不经意的 仿佛闪过了威比安那张单纯 甚至带着一丝稚气的笑脸 杜伟摇了摇头 皱着眉头说道 难道我喜欢上那个小傻妞了 不会不会 飞快地洗了个澡 杜伟换上干净的衣服出来 却见四个女孩早已经上了床 四具娇嫩的身体 就那么赤裸裸地躺在那张大圆床上 勃勃地撕背单之下 隐隐有四具身体玲珑曲线 显现出来 杜伟叹口气站在床前 我说了 不用你们服侍的 我看这房间旁边 好像还有一个休息间 你们晚上不会没有地方睡吧 四个女孩一脸红韵 其中一个壮着胆子 低声说道 我们是在给主人暖床 暖床 用人的体温暖床吗 这才叫奢侈啊 只是和这四个赤裸的少女一同同床 这不是逼着自己犯错吗 杜伟愁愁了一会儿 有心叫他们起来吧 不过眼看着四个女孩一脸惬意 也不好做得太生硬 叹了口气 心里暗道罢了 糜烂就糜烂一次吧 于是杜伟手脚并用爬到床上 从两个女孩的身上滚了过去 其中碰碰擦擦 也占了不少便宜 最后躺在四女中间 只觉得左右都是温软的身子挨着自己 鼻子里面全都是女孩身上的幽香 只不过听见了那若有若无紧张的喘息之声 被子早已被喂热 而且那丝背上香气实在是勾得杜伟 有些心圆意嘛 杜伟忍了一会儿 忽然心中来了气 自己这么委屈自己 为什么呀 一枚老婆二枚牵挂 这四个女孩是别人送给自己享用的 就是自己的人了 今后生死荣辱都归自己 那何必装这个君子呢 心中邪念生出 却实在有些按耐不住 不由自主地 生理就发生了些变化 正忍不住要伸出手去 脑子里面忽然一个声音 带着嘲弄讥讽的味道 我都猜你忍不住的 杜伟冷不低地一声惊叫 顿时原本昂然的生理冲动 立刻消了下去 赛美尔嘛 贱鬼 这么久以来死活都不出现 不和自己说话的那个赛美尔 在这个当口 怎么忽然就开了口呢 自从甘多夫死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刺激到了这个赛美尔 任凭杜伟如何呼唤 他就是不出声不露面 已经有几个月了 罢了 杜伟叹口气收回了手 心念收敛 怎么了 怎么不动手了 难道你不是男人 赛美尔的声音 也在脑子里 仿佛带着无尽的嘲弄 杜伟哼了一声 也不开口意识和对方交流 我是不是男人 你天天跟着我男的还不知道吗 只不过我虽然是男人 也没有在你眼皮底下 表演成人秀的习惯 如果你真的很想 我可以出去一会儿 只要不离开你太远就行 算了 你既存于我的精神力力 我看到听到了 你就算距离我再远 就如同亲眼看见 还让我怎么避开你 赛美尔的声音 越发幸灾乐祸了 毕竟自己在那个的时候 如果总是有一个人在旁欣赏 总是有些不爽的 如果这个欣赏者 还是自己的曾曾曾曾祖母 那这种感觉 恐怕全世界 没有一个男人 可以坚持住吧 四个女孩 原本已经听见了 杜伟喘息急促起来 也本能地察觉到了 她举动有些动摇 可是片刻之间 这位新主人 又重新冷静了下来 就这么静静地躺着发呆 子女也不由地诧异 就在杜伟无奈的时候 终于有人来拯救她了 门外传来了轻轻地叩门声 随即传来了一个恭敬的声音 杜伟魔法师阁下 打扰您一下 陈殿下让我来问您一下 他忽然有急事 要立刻赶回燕京 所以命我回来问一下您的意思 您是在这里休息 明日再回去 还是 杜伟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 跳在了地上 把魔法师的袍子穿上 大声地说道 不用什么还是了 我和陈殿下一起回去 现在就走 马车行驶在回燕京的路上 微风带着夏日的凉爽之意 陈皇子就坐在杜伟的对面 脸上含笑地看着杜伟 我的朋友 想不到你在那种场合下 居然说走就走 难道你是对于我送你的礼物 并不喜欢吗 本集结束